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1月17日 已經是星期二 跟大家說一下大陸一個 匪夷所思的一個問題 應該不可以說是一個問題 應該是一個現象 大家也知道 經濟不好的時候 很多公司會要你減薪 減薪 香港的公務員 好像那麼多年來未試過減薪 只有凍薪 即是凍結家福 那麼多年都如是 即使好像是2003年 當時香港已經連續六年通縮 但是好像也沒有去減薪 不過呢 大陸就不同了 大陸的公務員 最近這兩年都是不斷出現要減薪 因為經濟不好 國家沒有錢 政府沒有錢 好了 減薪 原來已經不算是甚麼一回事 減薪之後 也還要 將你以往的人工裏面的比例 還給政府 大家有沒有聽過呢 因為 大陸所有政府 公務員 有一個底薪 然後有一個職效 其實職效就等於獎金 即是 那個目標 例如我訂了一些目標 全年要實現多少GDP 全年要有多少經濟增長 即是政府部門 又或者 公安就說要破多少案 土地局 總之會計算你的業績 當你的業績跟你的人工掛勾的時候 那個比例 就會有一個比例 就會有一個比例 如果那個經濟是好的 例如深圳的稅收得多 很多人買樓 賺大錢 職效就不錯 最高的時候 職效 即是大陸的職效 是高於底薪的 例如你公務員 例如一萬元左右 職效多起來的時候 可以有兩萬元 這是說經濟最好的時候 如果經濟不好的話怎麼辦 職效當然大跌了 現在 剛剛傳出深圳的公務員 不單止 連續減薪減了兩年 現在 還要將他們過去那三年的職效 扭回政府 這是昨天最新的 昨晚最新的版本 他說深圳公務員過去兩年一直在減薪 現在 又要退回以前發的錢 2020年的舊業職 老的職效 2021年是發放的 2020年的花紅 現在要大家 還一些花紅給政府 2021年的新標職效 加基礎加年度 2022年半年 一份一個月的基礎職效 2022年度的考核獎 2022年未休假 2022年中一次性的獎金 2023年年度考核的獎 哇 所有發過的獎金 所有的花紅 全部 要撓回政府 政府 這個操作之後 現在的收入 只有2019年的一半 即是說人工各方面全部都要減 深圳的城投債佔 整個城市的欠債 只是18%而已 但是 也要減薪 也要 開始打公務員的主意 那些城投債佔比已經去到七成 是7倍 佔債務7倍那些城市 怎麼算呢 財政全靠這些 支持的公務員 那些人工到時會扣成怎樣呢 現在很嚴重 這個情況 不只是深圳 原來 現在 開始要大家退錢 是全國性的 即是說 全國的公務員 都開始 要扣喉三年 大家沒有聽錯 是扣喉三年 打工 不單紙要將以往 三年前發給你的花行偶納全部刀給政府 而且 那條數字還有機會接下來還要減低薪 現在 很多人 不單紙人工大跌 不用花太多的 怎麼辦 人就會問一個問題 那麼這三年用甚麼方式給政府呢 你放心 不用你操心 政府會直接在你的銀行戶口扣 因為你的銀行戶口就是我們出糧的嘛 政府會有你所有資料的嘛 政府要問你拿錢很容易 直接在你戶口扣 大家不用操心 直接在你戶口扣 如果沒有 怎麼辦 不要緊 你放心 政府很體貼的 現在的深圳市政府 就會幫你安排銀行 貸款 借錢去還 花紅 還一些職效給政府的 這是我聽到的最新版本 你不要想著你沒有錢 我已經花大了 這三年疫情 我已經花了錢了 不用怕 政府會幫你找銀行 貸款 私人貸款 你是公務員 一定能借到錢 借錢回來 還給政府 所以 你放心 接下來你一定有得還 大家有沒有聽過這些事 如果最近 台灣的長榮貨運 如果是這樣搞的話 就會死亡人多了 長榮 出糧 知不知道出多少錢 出幾十個月糧 如果長榮 要搞這件事 真是要命 我們想跟大家討論一下 現在的中國 這麼有錢的城市 深圳已經是全中國最有錢的城市 他也搞不定 他也要打工務員主義 大家想一下 他現在的財政環境是多麼的 大家如果想一想 一家公司 他要透過 員工去籌錢 幫一家公司維持他的運作 你覺得這家公司是不是急急可危呢 是不是就快爆煲呢 答案是 恆大就是這樣 大家記不記得恆大 他們不斷叫員工買理財產品 員工出的糧 就拿去出理財產品 甚至乎沒有糧出給員工 就發一些理財產品給員工 叫你買 甚至乎 叫員工的親戚朋友去入貨 去買這些理財產品 結果 理財產品還不到錢 要爆煲 是不是 好了 現在的中國政府 已經開始恆大化 而且 不是 個別的地方 而是普遍的地方政府也沒有錢 深圳已經是最有錢的地方政府了 全中國最有錢的地方政府是深圳 現在深圳也沒有了 深圳沒有錢怎麼辦 就像恆大 大家有沒有想過 深圳會像恆大那樣 報恆大後塵 要大家 開始支持政府 要把你以往收過的花紅 全部吐出來 如果買了樓怎麼辦 買了樓 你可以在公積金拿的 原來 大陸人 大陸的政府或公司鼓勵你買樓 你可以用公積金去買樓 原來大陸的那個人工的比例也挺大 剛剛他說 外面很多人號稱有萬多元人工的 實際上 你拿到手就沒有萬多元 他說如果你有萬四元人工 一半就幫你供強積金 可能是避稅 即是公積金 幫你供了公積金 其實公積金你可以自己拿出來的 即是說你萬四元人工 實際上 只有三千五元人工 現金出糧給你三千五元 其他的錢去哪裡 社保去了三千五元 四分之一的社保去了三千五元 然後公積金幫你供七千元 當然那些就有避稅的目的 你幫你供了七千元公積金 你可以在那裏拿回 實際上 表面上那些人說有萬四元人工 實際上到他手 是只有 三千五元而已 算他拿了公積金出來花的話 也是 只有七千元 這個就是現在大陸的現況 很多人都不明白 其實 我初初聽不到 我也覺得 是這樣的 其實 大陸的稅是很重的 我們昨天做過一節 說歐洲貴 比大陸的生產 原因就是大陸的稅很重 曹德旺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是誰 他就是福耀玻璃的老闆 中國玻璃大王 中國汽車玻璃大王 現在中國的稅 如果中國交稅的話 賺一千萬 你要付680萬的稅 中國的稅務的稅收比重 是六十幾個巴仙 當然這個是要你沒有逃稅 的情況下 大陸有沒有辦法沒有逃稅呢 是不會的 所有人都要逃稅 所以 大陸如果要拘捕的話 所有人都要坐牢 所有做生意的人都要坐牢 因為任何一個人都會瞞稅 怎樣瞞呢 就是由收稅那個人 負責 幫你搞 可以不用你交那麼多稅 那你就實際賄賂 意思就是說 國家收的稅 其實就是入了那些貪官的袋子 大陸的情況 當然很多人 會覺得匪夷所思 想都沒有想過大陸是這樣的 大陸的稅真的是 重到不得了 如果你在大陸做生意 你要交大陸稅 不可能生存 現在深圳的公務員 既然會減薪法 對於深圳的樓市 大家會不會有 覺得有希望呢 當然是沒有希望 很多人會期望大陸人會下來買樓 一車車銀子下來 大陸人不要下來買樓 銀行的錢也拿不到出來 買甚麼樓 大家明白嗎 有些朋友在大陸賣了樓 你知不知道呢 除非你當年是有登記 我當年在香港 過關的時候 深圳關的時候 我登記了 我帶100萬來買樓 現在層樓賣出了 層樓升了 升到500萬 現在層樓賣出了 除非當年你是拿一隻辦證手續 有登記 否則 你的錢 是沒有辦法拿到過來的 當然 你現在層樓升了 當年只是買100萬 現在升到500萬 你賺了錢 你可不可以帶過來嗎 未必可以 未必可以全部可以過關 全部可以拿過來的 要申請的 申請的硬度 也是看他的喜好 他如果覺得你有甚麼不給你就不給 你是拿不到下來的 所以 現在大陸人 你說有錢來買樓的那些是甚麼人呢 現在沒有 官員不會有錢來買樓的啦 因為 有錢他也會拿走啦 現在大陸 最熱的是甚麼行業 就是移民 每個人都是問移民 很多地方已經封殺了 不讓人再宣傳了 因為 太多人想走 最近這波疫情 主要是發生在大陸 變成 起碼傷害不了外面 暫時我們在香港沒有大規模的出現死亡 可可可 中國剛剛公佈了最新的人口數據 以及經濟增長 我們會另外開一節說一下 中國的 3%增長 發達了 然後還有人口 減少了一點 這個要另外開一節說 這節時間我們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這部曲 誠意邀請 經濟許可的朋友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最新的數據 我們也沒有更新的 報名方面沒有更新的 我們仍然有10個名額 報完這10個名額 就會截止 到時 希望見到大家 拜拜 大家好 我們在 2023年 即是今年 1月28日 是農曆的 大年初七 我們會在黑池 舉辦 我們的今次大型網聚 而今次的網聚其實有兩大主題 第一當然是 因為說了很久了 要在黑池 跟英國北部的朋友 見面 和大家聚一聚 第二就是我們會成立我們的charity 希望到時可以多些朋友參加 發揮香港人 助人 互助的精神 希望到時大家可以參加 我們 開始時間是下午的兩點半 大約是到六點 或者六點半左右 會有很豐富的節目 也有很多的 嘉賓 到時我們會收取10磅的茶點費 有香港的奶茶供應 港式奶茶供應 也有點心供應 好 到時希望見到大家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暗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暗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住 也覺得挺方便 我們已經在這年多裏 已經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有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會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我們現在就是 我們現在就是 用本台的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成為 沒錯 片尾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謝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